为了提升身心障碍者就业能力 大汉技术学院办理花莲新政府委托身心障碍职业训练计划 办理了传统风味料理班 20号举行开训典礼 新议会民间小组召集人张怀文表示 开判职业训练课程要让身上者可以学得一技之长 透过专业训练课程结训之后 就可以迅速投入职场改善家庭的经济环境 花莲新政府委托大汉技术学院办理身心障碍职业训练 在20号上午举行开训典礼 大汉技术学院校长宋佩轩 花莲新政府社会处副处长陈家富 老师科科长黄玉旭 花莲新议会民政小组召集人张怀文 现业杨华美张美惠以及吴东森办公室主任等贵宾 共同来主持开训典礼 花莲新议会民政小组召集人张怀文表示 由于身上者找工作是相当的不容易 希望透过一系列的专业课程 学习的素科以及技术让大家能够更加有能量 决训拿到征兆之后要进入职场 机会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新陈一样非常的美丽 那今天是我们的开训日 谢谢我们宋校长非常的关心 还有我们议员们现在我们都非常希望 能够多办一些严习让各位参与 参与以后能够学得一技之长 那我们学习这个 我看今天的课程里面是传统风味手办料理 真的我们等于说东部有很多传统很好吃的美食 那我们借着严习能够学习 学习了以后我们能够推广出去 尤其现在这个冠状的肺炎 你看来到来袭以后 很多这个餐饮部啊还有什么都非常默默 我们希望能够严习学习了以后 那我们讲这个疫情过去我们就可以挖黑手探 所以我认为这个课程是 如果大家好好的上课 既然这么用心的安排课程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上课 然后学会这些老师所教的一些技能之后 然后我相信是有助于不管是就业也好 创业也好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课程 那当然就是除了你要去就业 那你创业的话我相信 县补这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可以协助大家 然后在这个地方能够发展一下 属于当地的特色的餐厅的话 我相信也会结合我们花莲的观光的政策 花莲建议会民政小组召集团张卉表示 职业训练以及重建是职人治疗最重要的一环 不但可以帮助伸脏者克服伸心方面的问题 更能够帮助习的一技之长 从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 进而促进或是强化独立自主的能力 顺利回归社区 享受全新的幸福人生 记得注意 谢谢江博导